刚刚同学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切换到设计模式 这个叫设计模式,那它执行的话,它不会自己跳回去 如果你要让它自己跳回去,你就变成手动 因为它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是设计模式,那这个等于是执行模式 OK,你最后的结果吧 但如果你要让它可以很直觉,也许你就在这边增加一个按钮吧 比如说你在开发轮言里面插入,然后这边有个表单控制项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按钮 点了之后,按住不要放拖拉,向右下角放开 它会问你说,那你要执行哪一个SUB啊 其实聚集就是SUB啦 OK在这边,然后我要执行枢纽分析 然后一样名称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复制完按确定之后,再把名称贴到这个按钮上方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那个效果 你按下去,它就会先把这个删掉 然后再帮我重新产生 OK,那这样的话就OK就回来 不过如果你其实,我不确定刚刚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如果你假设,你希望执行完之后 游标不要停在这边 因为这个是最后产生的图,它会游标放这边 那如果假设程式里面,你希望呢 RUN完之后,你可以再回到刚刚那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比如说呢 我希望帮我做完这个之后,你不要停在这边 你帮我跳回到这个工作表的话 那因为呢,跳过来这个工作表 跳过来,因为你游标在这边 你要跳回来的话 那其实也很简单 你这个地方你就需要知道什么 第一个,我们在主程式里面 先产生枢纽分析表 第二个枢纽分析图 然后最后的话,帮我切回来 因为我发现同学,可能最容易出问题的 也是好像韵儒今天有发的问题 就是比较搞不懂说,那个Excel里面 到底哪一个是工作表,哪一个是工作部 那其实在那个下方这边一个一个 这个叫工作表 那它的那个VBA的物件名称叫做 sheets加S,因为它是很多个 sheets,那如果你要指哪一个就刮胡 里面给数字的话呢 如果给2,那就第二个 1234,或者给名称也可以 OK,这个是一个方法 就是sheets,但是那个VBA里面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worksheets 加一个work 其实工作表跟那个 有没有work跟没有work 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几乎都一模一样 所以你要多打work,好像有点多余的 OK,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打work 但如果你打worksheets,其实结果会一样 另外的话,那就是说如果另外有个名称叫 那个什么workbook,各位有没有看到 像这边有一个workbook,有没有 它前面一样会有个active 目前的工作簿 那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白话的意思啦 就是目前你在开启使用当中的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Excel档案,指的就是这个档 OK,所以指的是这个哦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交换资料 比如说你两个档案跟档案之间做交换资料 那概念一样,就是你先把那个工作簿 就是Excel档开起来,点open,把它开起来 然后你从那里面找到哪一个工作 所以它下一阶就是工作表 再下一阶就是它的范围 范围的话也许是哪个范围 然后你用点copy,一样可以把资料 转移到另外一个工作簿 OK,所以它的概念基本上就一层一层的 最外层是工作簿 在里面就是工作簿,有没有像这边有 这个工作簿里面哦 有四个工作簿,就那个序次 OK,就这个序次 然后呢 工作簿里面又有非常多的储存格和范围 OK,所以基本上一层一层的啦 那如果这个概念有的话,基本上在这里 比如说我希望它run完之后 自动帮我切回到这个工作簿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再加一个叙述方法 叫做哪一个工作簿 我就加一个 sheets 哪一个工作簿 那你刮斧里面可以用index 第二个工作簿 可是哦,如果你担心位置会改变的话 那你记得你可以给名称啦 名称比较安全 双引号 里面呢就给这个名称 下载资料 当然我这边叫下载资料 你可能不叫下载资料 你就换成你那个名称就OK了 那你就把这个打一个叫下载资料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要切过去的话 那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其实最好记得叫slate slate的话就有点像我们那个 就是用那个滑鼠点它一下 叫slate OK 那或者是另外有一个啦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叫activate 就是active 有没有 我们那个 active是 应该形容词吧 那如果你是动词的话就activate OK activate就是 帮我活动它 那其实跟slate的意思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就是说 slate有点像是滑鼠点它 所以它会有视觉上的变化 但activate是直接就是切过去 有点像是背后做的意思啦 OK 其实两者结果是一样 哪一个比较好 反正我觉得比较出错都好 你好记都好 你可以用activate 或者是你可以用slate 如果你觉得slate比较好记的话 那你用slate好了 OK 那这个会有什么差别呢 刚刚是停在这里嘛 我现在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 它过来之后 它会帮你切回来 所以 这个时候游标会放在这里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希望 回来之后呢 不只是把那个游标放 这个工作表 我希望再把游标放在A1 储存格的话 那你很简单嘛 你就是在这边呢 切回来之后 然后你再加一个叙述 哪一个 切回来之后呢 那你再加一个range A1.slate 就是再把游标 放在那个A1上面 OK 那它就会切回来之后 顺便把游标放在这边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你就会再加这个叙述 它就帮你把这个游标放在那 那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 我这个前面 需不需要再加一个 哪一个 这个 这个储存格 我需不需要在这边 多加一个叙述 就是 哪一个 工作表 比如你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加一个 这个工作表 的range A1.slate 当然你可以加 看这问题你会发现 有点多此一句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已经切过来了嘛 那你表示说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工作表了 所以你如果再加等于是有点是多余的啦 OK 所以 假如你确定是你已经切到那个工作表 那你就不需要特别加 OK 那如果 假如 当然你不确 如果你是在别的工作表 那你就要加啦 所以这个跨工作表 OK 你就需要 当然一样啦 那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 我需不需要再加那个工作部名称 OK 如果你 你假设 都在加 有点多此一句 比如说你现在人 可能是在那个台北火车站前面 也许是中校西路好了 OK 你本来就在台北市 你就不要说我在台北市 我在台 我在中华民国的台北市的 你就直接说我在中校西路就好了 你跟那个既然车司机也不用讲说 请你帮我到那个中华民国的台北市的中校西路 他会觉得你跟我讲中校西路就好了 我就听懂了 OK 因为类似这样的一个阶层的概念 OK 这个最后的话当然啦 如果我把它run一下 游标如果假设在别的地方 我run了之后呢 他一样会先把它删掉 然后切过来之后 游标再放在这边 OK 那这样的话感觉 就会有一个 你假设你需要 希望看到的结果 类似长这样的话 可以在这边程式里面 再加哪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储存格 OK 那一样啦 这个range A1 那你也可以改成sales 的那个sales瓜糊1-1 只是说 有的时候 sales我前面讲过 多半会在回圈里面用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都是数字 那用这个时候 因为他这个地方不需要跑回圈 所以我直接就跟他讲A1 我也比较能够理解 OK 不然没事的话 我不会特别用sales 除非说我 会用在回圈里面 或者是说有 那个里面那个变数 需要搭配那个数字 那我会用sales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用range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说一下 OK 那最后如果说 我们延伸刚刚讲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多图 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下面 再放一个直条图 资料图比较简单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按F1去查 有没有 要不呢 你就是再录一下 录制的话 这样啦 比如说你第一个 你把游标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当然你可以彩排一下 不过这蛮简单 我就不彩排了 你直接把这个开发人员 一样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 也许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你叫直条图好了 OK 那其实不需要 我们主要是想知道说 直条图参数该如何下就好了 所以其实你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到这边 枢纽分析表 然后找直条图 它叫群组直条图 OK 然后你就是 按下确定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 它要放在哪里 比如说放在低的30 10 然后跟宽跟高 其实就比照前面那个 所以我们不用录了 你就可以把它停止录制 主要是产生就好了 OK 然后聚集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纸条 有 然后编辑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两个程式而已 两行而已 就这两行 你可以把它直接 这个把它剪下来好了 然后放在module 我是放在module3 然后把它放在 在枢纽分析图的下方好了 OK 把它放在这里 或者我改一个名称好了 叫枢纽分析图 然后底线直条图 这个是圆形图 这个是直条图 那我把它再加一个 枢纽分析图底线 然后直条图 那只是说 你把这个录制 那刚刚这个module里面是空的 我把它按右键移除掉了 不然放在这里有点多余 那如果说呢 你希望说 我录完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资料图比原型图简单太多了 因为它只有两行 一个是add chart 然后后面是它的样式 就201 跟这个 然后另外它的那个什么 那个source data 这个范围 那理论上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再加什么 加上它的 你要放哪里 比如说我希望让它产生 这个把它删掉了 我希望哦 帮我产生的那个直条图 是放在D30 这个位置 那你只需要跟他讲D30的labs跟top 另外的话宽多少 宽的话你跟他讲说 我要这10个来到这里 这应该是10个 你宽是D1的10个 高的话呢也是D1的20个 那帮我把它绘制出来 放在这边的话 那其实道理哦 甚至你也可以超前面的 前面有没有 这个其实跟圆形图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将来你甚至可以拿拿这个来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在它的圆形图后面 它的坐标 它的宽跟它的高 那我Ctrl C 直接放在刚刚的直条图 这把它贴上好了 OK 但是位置不同 在D30 所以把它改D30 的labs跟D30的top 那宽的话一样 其实用D1 用宽 用D1是不是一定要改D30 其实D1跟D30是一样宽嘛 所以你用D1就OK了 那高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不用改 那高的话28 假设都一样 那我们来run一下看看 其实这个直接run的话 理论上应该 他就会帮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最后直接run一下看看有没有成功 OK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直接帮我把直条图 放在这个下方 就又多一个图啦 所以其实将来 你如果要产生图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只要注意几个要点 第一个你在 你要放哪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目前我们都放一起 所以是目前的工作表 那将来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另外再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让他放 可以 但你就是改这个 改这个物件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图的 用的方法 sharp sharp的那个物件 当然sharp的物件如果你不熟啦 有个方法 你可以按F1 或者坊间那个VBA书籍 其实也都有介绍啦 只是说 你看有没有必要 特别去为了这个买一本书啦 我自己习惯是 因为官方 你看F1 其实是官方的说明 官方说明理论上 应该说是第一手的 因为坊间的书籍 也是从官方的资料里面 解读出来之后 衍生出的一个叙述啦 所以 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看这 只是说因为他这个说明 写的实在是很不ok啦 因为他感觉就是直接 拿英文直接翻成中文 而且是翻得很烂的那一种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太认真看 你就把它当英文翻中文的那个 意思来看 也许比较看得懂 他有说一下 至于那个sharp物件里面 有哪些方法 这边也有 add char char2 其实add char应该也有 可是 他在这个地方是没出现 所以表示他应该是被弃用 也许他现在用新的 另外的话 还有哪一些 add char2 这边也有啦 所以你点击他这边 也可以 另外呢 他里面 大概哪些参数 要怎么用 其实 我知道该怎么用 也是从这个地方 按F1 我发现 他其实是可以 这样再加的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这个加 加上去就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 最后如果你希望 把什么呢 把刚刚这个sharp也再加进来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在这个枢纽分析的主程式 再加一个call就可以了 比如说拿这个来 call 枢纽分析图 然后底下的话呢 也许你就可以什么 枢纽分析图底下 底线 然后加一个直条图 或者直接 直接拿这个复制贴过来 可以 这边把它复制 sharp后面的名称 贴到call的后面这里 贴上就OK了 这样也OK 还有顺便讲一下 因为坊间书籍 其实也有 是不加call的 其实你加不加call 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 我的习惯是加call 因为call看起来感觉会比较有那个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